如果美方不顾征求意见中绝大多数企业的反对 一意孤行 对华采取任何新的加征关税措施 中方将不得不做出必要反制 同时中方再次重申 任何施压措施对于中国都是无礼无效的 贸易战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只有平等诚信的对话和磋商 才是解决中美贸易摩擦的正确选择 中方将是美方的行动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 同时中方将密切关注加征关税带来的各种影响 采取有利措施 帮助在华经营的中外资企业克服困难 我们有信心 有能力 有办法维护中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